这样玄机啊 如果是有空过 可以看视频主乱们咨询 我们来看这个手相的案例啊 这个手相当中呢 从手型来看的话 是指长长床 是典型的水行手啊 水行手也是典型的女人手啊 那么个性温和敏感啊 这个比较喜欢安静的舒适的环境 不太喜欢这种户外活动啊 那么同时水行手呢 也是富有艺术气质啊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水行手的呢 有女人的女性天性的 这种柔美的气质 所以说是对于这个男女平衡来讲 是阴阳得配啊 这个水行手是非常适合女性的一种手型 我们来看这个手指的状态 手指非常的修长啊 尤其这个中指啊 中指是代表自己啊 说明呢 个人还是非常自信有活力啊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食指也不弱啊 食指呢 是代表和兄弟姊妹的缘分 比较深厚啊 即使是进入到婚后呢 也会和原生家庭的兄弟姊妹 保持密切的联系啊 互帮互助啊 并且呢 甚至有可能婚后 有一些姑娘家人呢 我们来看这个小指啊 小指呢 还是不错 这个虽然长度不够 但是形态还是不错啊 这个晚年能享祖孙福啊 我们来看这个四指啊 四指也是严丝合缝啊 能守才知进退啊 这是手指的形态 我们来看这个长秋和纹路 那么长秋来看呢 金星秋还是稍弱了一些啊 如来是范围偏窄 色泽有一些青黑啊 发青发灰啊 所以说这个尤其是要多注意 这个肠胃的保养 同时呢 这个体质也一般啊 运势根基偏弱一些啊 那么还是要这个多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啊 运势才会提升啊 因为我们说这个身体啊 是整个运势的根基所在 这是金星秋偏弱 我们来看这个月秋 倒是非常的饱满啊 月秋饱满的人呢 富有艺术气息 想象力丰富啊 这个做事创意十足 这也符合这个水行人的一种特点 比较注重艺术生活啊 那么精神生活也是非常的注重啊 这是月秋饱满 做事呢 变动能力强 应变能力还是可以的啊 这个是月秋饱满 第二火星秋饱满呢 代表呢 做事呢 这个正义感和道德感比较强啊 比较传统和正派 即使是多付出一些新果 也不愿意为了一些迎头小利啊 这个走歪门邪道啊 这是非常正派和道德感非常强的一种手样特点 小指水行就也不弱啊 这个是代表沟通能强 口才不错 那么同时呢 钱财数文也在上面啊 那么也说明了在商业方面的嗅觉 还是比较灵敏的 特别是在金钱方面 那么太阳丘 饱满 并且伴有太阳线啊 对艺术是有浓厚的兴趣 并且有非常正面的 积极的 这个正能量的这种 世界观和价值观 十指根部训工 也是这个传统水平当中的正才位啊 同时呢 这个地方呢 比较饱满 但是呢 见一些杂文干扰 正才是旺 但是呢 有一些不稳定啊 本职工作 有些动荡和起伏 从这个世界线的一些横门 和杂文干扰 包括段序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这是这个掌丘啊 我们来看文录啊 文录来看呢 生命线和脑线 粘贴还是比较长一些啊 这个脑线是人文 代表自己啊 生命线是地文 代表原生家庭和根基啊 那么如果是两线粘贴长 说明啊 对原生家庭的依赖性 是要强一些啊 个人呢 这个独立能力稍弱一些 并且呢 处事偏保守谨慎 有的时候呢 会放不开手脚 显得有一些犹豫不决啊 但是呢 优势是做事计划性比较强 不会轻易犯错误啊 这是这个粘贴比较长 那么早年的运势呢 我可以看到这个早年 早期的这个导文呢 也可以看到 从小体质还是一般啊 那么运势根基偏薄弱一些 早年的运势啊 是一般啊 包括这个横文的 邪文的干扰也比较多啊 这个学业受限 那么脑线和人文呢 这个脑线和生命线的 分离处呢 见道文啊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一般人都有啊 这是自身脱离 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 出入社会闯荡 间歇坎坷和动荡 这是导文的寓意啊 这一般人都有 但是呢 也是一体两面啊 这个虽然有些坎坷和磨难 但是呢 也是人生经验的一种积累啊 那么导文之后 脑线变得深刻一些啊 那么不久之后呢 又出现一个导文啊 这个是 这个脑线的导文呢 其实他脑线不但反映出 一个人的聪明才智 也能够看出一个人的 心理波动 心理状态啊 如果是导文出现在 这个脑线上 那么代表心理波动比较大啊 容易受到心理创伤啊 这个其实跟感情的遭遇 也有关系啊 感情线前期呢 还是有一些 扎文和导文的干扰 那本身水行人呢 也是一种偏桃花旺的体质啊 所以说这个阶段 有些这个烂桃花的侵扰 在青年时期出入社会不久啊 从流年看 基本上25到28岁左右 有一些烂桃花的干扰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从生命线也可以看到 这方面的一些意义啊 这个生命线这个阶段 也是见到的 所以说这个是 这个感情方面的一些动荡啊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啊 生命线整个 流年来看 基本上到30岁往后 30到50岁这个阶段 是整个走强运的阶段 这个阶段是生命线 特别的深刻啊 所以还是利用 利用这个阶段的一个 强运阶段呢 才能够在人生实现一个突破 包括事业和财运 包括这个婚姻和感情 这是这个强运阶段的 我们从这个事业线的 这个事业线来看 事业线初期呢 还是比较这个 比较这个事业心比较强 特别是在30岁之前呢 这个事业心很强 同时呢 到了这个30岁往后呢 生命线慢慢的 这个事业线慢慢的减弱 甚至出现中断啊 这个中断期是控窗期 同时呢 也是这个进入婚姻啊 这个结婚生子 在家相夫教子的一个阶段 那么事业心会减弱 主要是经历 是集中在 这个家庭和孩子方面的 所以说这个阶段 有一段 有一段这个控窗期 那么从这个 财运线来看的话 财运线啊 还是有啊 但是呢 比较短的一条啊 比较短的 加上刚才讲到这个 这个正财卫啊 建一些杂文干扰啊 事业 本职工作 包括财运方面 会有一些起伏和动荡啊 所以需要这个补充财库 才能够把这个财运 给催旺起来啊 这是财运方面啊 那么我们另外注意到 从这个太阳线的 来看的话 太阳线也叫成功线啊 太阳球上有出现 太阳线的话是 这个比较常见的 但是呢 太阳线的形态 也要很讲究啊 如果是说太阳线 有一些 斜文和杂文的干扰啊 就容易在生活当中呢 容易犯小人 甚至在职场当中呢 会影响自身的 晋升和事业运势 这是需要多注意防范的 不过人员 整体来讲人员还是不错 那么从生命线尾端来看的话 整个生命线虽然偏短 但是呢 不是短瘦的意思啊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的 不需要有这方面的担心 生命线短的 只是说身体素质 生命力有一些偏弱啊 容易抵抗力稍弱 容易有一些疾病的侵入 那么需要多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 运势呢 才会慢慢提升 生命线它也会随着 自身的身体素质的状态 也会改善啊 那么生命线尾端呢 变弱的话 反而是能够想清闲 到晚年能够想清闲 如果是生命线尾端 越加的粗身 越加的 这个有一些杂乱啊 杂文干扰多 那么就晚年容易劳劳 这个是好的一点啊 晚年能想清闲 从这个刚才讲到 这个小指状态还是不错啊 可以看到这一点 那么 这是纹路啊 我们可以从这个整个 手上的一个 特点来看的话 还是有一些 偏重于家庭啊 偏重于家庭 并且呢 在从这个 刚才讲到的 这个水星球的 财云线来看的话 政财 虽然这个有些起伏和动荡 现在时代迭代也 比较快啊 更新 这个时代这个 节奏比较快 要随时保持一个 学习的心态 包括这个本身呢 这个脑线弯曲 有一些下垂啊 人很聪明啊 富有创意 变通能力也强啊 所以随时保持一种 充电学习的状态呢 能够往这个啊 这个副业发展 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啊 因为这个本身水星球呢 建很多钱财数文 很多在一些 包括现在互联网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机会 也比较多啊 可以多关注 这个方面的一些信息啊 多学习多充电 在副业方面呢 还是能够 这个有机会的啊 因为这个钱财数文 可以看到这一点啊 这是整体的一个 手上分析啊 如果说有空口 可以看 从来我们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1 2 2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